本期优秀女優图鉴我们要讲的是 有着业界郭雪芙称号的水野朝阳 本来我是不想做他这一期的 但是最近看到他将要付出的这个消息呢 和广大影迷一样激动不已 又能欣赏到水野老师那修长白皙的身体 坚挺豪满的美剧乳了 所以说就决定做这期水野老师的故事了 水野朝阳是一个90后 有着非常美艳的外形和震撼的机照备 165家的身高和短发的造型独树一致 让他有非常高的辨识度 那这些硬件条件呢 让他在大多是娇小身材的日本女游界 非常的抢眼 他的脸蛋非常娇媚 双风傲然腿长臀翘比例协调 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些以上说的之外呢 我觉得他的魅力的核心是在于 他的表演风格是稍微有一些痴女像还有攻击性的 就说他身上所有的性感部位都要比别人要更加性感 那么一点点那种感觉 那自从他从2013年出道以来呢 在海外的人气非常的高 而且水野老师还曾经拍过五马的作品 当时也是引起了不少的轰动 那他的名字呢全是中文 所以说对华人泡友圈 华人票友圈非常的友好 是非常多小伙伴心中的短发大只女神 那至于他加入AV界的理由来讲 并不是全是追求高额的收入 更多的是因为他自己对这个AV界的工作呢 非常好奇 虽然他是非常红的女游 但是他对物质的追求并不是太高 他是一个勤俭有度的人 因为他会把他自己拍片子的这几年 所收到的报酬进行适度的储蓄还有投资 就比如说他投资了一家餐厅 自己也在私下去美容专科学校 学习美容相关的知识 那这些呢都使得他的收入更加的稳定 和多样化 生活呢也更加的踏实 更有安全感 水野老师从业几年呢 拍了超过一千多部作品 而且人气非常的高 受防颇风 他曾经说过 等他离开AV界之后呢打算从事美容行业 毕竟早晚都要退去女游这个身份 不过他也曾经坦言 其实选择隐退是因为身心俱疲 每个月光是顾虑销售排名 压力就大到让他喘不过气 所以说他选择在18年12月 隐退来调整一下自己 体验一下其他方式的人生 所以说随后的隐退呢 隐退之后的他就开始 迈向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然后隐退之后呢 他并不是像去开一个美容院那样 搞得非常的宏大 而是自己租了一间个人的工作室 然后开始创业 做了一位小小的美打师 美打师和做女优的收入 大概有十倍的差距 不过他自己接受起来还好 但是呢 没想到刚转业就遇到了疫情 民众很少出门 所以说工作室的收入呢 也不够阴实 所以说他就回来继续从事小电影行业了 那一年多没有拍片子的他呢 再次下水 也是青春熟路 新片中没有多余的剧情 就是要他不要有任何的顾虑 释放自己久违的欲望即可 那导演呢 也是特别安排了年轻的男优 陪他演出 也安排了他喜欢和擅长的女工戏份 这种吃女题材 其实在他以前拍过的很多教师类 还有办公室女郎类的题材的片子中 也非常的普遍 其实水野老师还演过一些人妻的系列 就比如说这个 演一对新婚感情不错的小夫妻中的妻子 但是呢 老公那方面能力不行 然后在一次聚会上呢 老公的朋友把水野当成了自己的老婆 酒后乱庆 然后最后呢 被醉酒之后清醒的老公看在眼里这种 想想也是非常的刺激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一起回顾一下 18年末 水野老师的隐退之作 那在这部隐退的作品中呢 主要是让他好好地谈谈 初到以来到现在的感受 让大家知道水野老师的成长史 还有对影迷面对面的感谢 感谢他们多年的支持 当然甚至也有粉丝拿出了多年来珍藏的照片 然后看着这些珍藏照呢 水野老师自己也非常的感动 最后呢 导演给他安排了一个非常精心布置的一个场景 那个场景是有很多的色彩元素 搭配着水野老师从初到以来的照片 最后 请来了水野特别喜欢的一位男搭档 和他来了一场所谓的日久生情伴的激情 那在结束之后呢 水野老师不禁山人泪下 也是一个非常可爱 而且非常美丽的女孩 对吧 这几年来在这种特殊的行业 承受着非常多的压力 或者是从销售还是从舆论 甚至家人朋友这方面 那么相信在彼时彼刻呢 也有不舍也有一种解脱 然后悲欢离合难以言语 不过还好现今他又回来了 在此呢 也就祝他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和身体 好好地享受这种炫烂分繁无常 而且精彩的人生 好了本期有关于水野朝阳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